Hello大家好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金鱼的画法 首先我们调一点清末 调出来之后在调色盘里面多加清水 如果你的鼻息里面的水是颜色比较深的 那基本上只要加一点点弹幕就行 让它的颜色成清末的状态 调出来这种清末之后 首先我们画出肚子 肚子直接把笔这样本来是垂直与纸面的 慢慢的打平 这样侧面按一下往上挑一下 把这边下面这种圆骨骨的感觉把它画出来 好在上面再稍微的这样带一笔 让它这个背部是比较顺滑比较光滑的 肚子是比弧度比较大 背部的弧度比较小比较光滑 然后从它的这个背部带一根这样的棋出来 再连接下面的尾巴 画尾巴的时候顺带着 就把尾巴这样扫出来 尾巴画的时候要放松一点 扫出来之后呢 可以再带一些这样的小的这样的分叉 给它来一些这样的小的像裙摆一样的这种小的碎笔 稍微带一点点点 好接着还是用刚刚的笔触来把它的鱼鳍 轻轻的拉一拉 好画完这些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一条用同样的方式 这条呢我们可以换一个边 把这个鱼 肚子在右边 背部呢在左边 好连接完 金鱼的尾巴扫一下 金鱼的尾巴带一下 往这边带 好然后呢再把它的鱼鳍扫出来 好这样画完之后呢 我们暂时不着急 可以等它的整个的画面大概是七八分干的时候 我们再画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用红色 可以用猪纱 上面那条红色的呢 可以用猪纱加一点点薯红 薯红里面来一点猪纱 猪纱里面带一点薯红都行 甚至呢还可以稍微的蹭一点点胭脂都可以 好这样画完之后呢 接着我们来画它的鱼头 鱼头画的时候同样也要注意 上面顺着这个形画 顺着这个头的形 我们国画是有一些详细路过教程的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可以给我发消息领取 把眼睛的位置呢稍微留一点点 稍微留一个空出来 然后呢再把我嘴巴可以带一笔 好接下来我们再用回墨色 这一次呢咱们用浓墨 也像刚刚那样 慢一点暗把它的这个背部稍微带一 水分整个的水分可以稍微多一点 但是呢画到这个鱼头这一块的水分就要少一点 好然后我们戴一下眼镜 眼镜像画这样的小钩一样 左边一笔右边一笔 然后把它的嘴巴圈出来 好接下来用烧浓一点的墨汁 可以在尾巴这一块稍微扫一下 包括上面这个也是 这个要注意啊一定是淡淡的扫一下 好画完这些之后呢再用一支小笔沾一点浓墨 刚才呢我们上面那条红色鲸鱼的眼睛还没点 我们轻轻的点一下 把它眼睛的形点出来 好这样的两条鲸鱼呢咱们就差不多了 接下来呢我们可以 来稍微给它画一点点 像水里的这一种小花 或者飘在水面上的这些东西 来衬托一下这个鲸鱼 接下来我们可以用一点点花青 用花青加一点点淡墨 都是只要一点点 花青也是一点点淡墨也是一点点 好稍微的按一下 接着呢我们甚至可以画一些小花 我们呢可以先用鹅黄加一点点褶石 我们把这个小的这样的花的轮廓给它勾一勾 非常非常小的这种花 可以勾一个这样的花骨朵的这种形状 来一个这样的花托的形式 接下来下面我们这边可以来一朵 稍微开放一点点的 好最后我们再用一点藤黄 稍微染一下这个花瓣里面 或者是藤黄加一点鹅黄都行 让它形成颜色的渐变也非常漂亮 最后呢再用淡墨 把这个墨色鲸鱼的肚子 稍微给它圈一下 有喜欢国画的朋友呢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有时间呢可以跟着一起学一学 一起画一画